在C919之后 中国未来的大飞机会是什么样 这个叫做零确A验证机 它实际是我们13年最初开始做 对于未来科技探索的方案 一位心怀梦想的航空工程师 用小巧精致的验证机 探索了大飞机的明天 描绘航空业的未来 无论飞机飞到哪里 只要到山口有一颗卫星 真的就可以收到这架飞机的数据 飞机永远会实验好 这个研究项很有意义 本期节目中 阿里原创始人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 知名主持人张大大 北京航空航天大使教授 胡适生导师张水光 零零科技创始人王孟秋 科技爱好者王孟宣 亲情加盟 共同探讨科技未来 三 二 一 起飞 他的风速达到了18名 什么概念来 科技都不让飞了 当时脑子真是一片空白 想让自己的性命 在和风速做对抗 预见2050 马上开始 预见2050 预见未来 欢迎大家收看浙江卫视科学观察类节目 预见2050 我是沈涛 哎呀 我就发现我们都住在很堵的城市里 无论是北京啊 还是杭州啊 其实都是一个挺 北京人就是愿意出国玩 但不愿意北边的人跟东边的人玩 因为就是还不如出国去 真的 东边和北边的人要交往的话太费劲了 真的是牛郎之女一年只能见那么一次 而且你经常可以看到北京当地的明星 或者住在北京的明星使用地铁出门 他不坐地铁就没法参加下一个工作了 你们想象过吗 就是最渴望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出行方式 瞬间移动 闪现 游戏打多了吧 是吧 看过那个科幻片里面有个轨道 整个空中都会有很多密密麻麻的缓线 就有点像天空之城 本质是要离开地面 上天 对对对 今天这个我们要聊的这位2050的成员 他就一直在致力于 怎么样让我们的出行可以更加地便利 我们还派这个文轩啊 实地进行了感受 你感受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上天入地都经历了一遍 真的很有趣 那我现在不能给你们剧透 好 那我们就看看吧 请 这是咱们的梦幻工作室 对 我们飞到的验证机大部分从这里研制并走出来飞起来的 对 在中国生飞北京研究中心的梦幻工作室里 放置这大大小小许多架飞机 例如这个叫做灵确A验证机 它实际上我们13年最初开始做了第一轮的对于未来科技探索的方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架飞机吧 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制造了若干个同样的一个外形 灵确H2 对对 灵确项目是民用航空领域的一项前沿课题 按照比例缩小飞机 用来验证各种技术在大飞机上的可能性 这位对眼前各种飞机都如数家珍的年轻人 就是梦幻工作室的负责人张驰 他从小就对飞机有种近乎偏执的热爱 从小到大我就对飞行非常感兴趣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去草地里边去看蜻蜓蝶蝶怎么飞行的 一看就是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我家里当时我还记得印象特深刻的 就是我爸爸养了很多的鸽子 然后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看那个鸽子天空中他飞行的动作是怎么样 上大学的时候自首于选择克莱菲尔德大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有自己的飞机场 我在学习飞行器设计的同时呢 也考取了飞行员执照 我感觉张驰好像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他唯一感兴趣的应该就是飞机了吧 他连求婚都是在飞机上求的 对 在两年前大约这个时候吧 把我现在的老婆骗到了成都 坐上了我们中国商务自己的飞机 也就是IRG21 当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呢 就是空姐说 今天会有一个名训义乘客 有一份大奖 就是我带着一个大专戒 从后边钻了出来 连浪漫都要写进天空里的争持 可谓是一心扑在印证机的事业上 验证机试飞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从最初的一个2.4米的小家伙 到最大的6米驿站的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 挫折甚至于失败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曾经我们临去B验证机 第一次试飞的时候 他起飞不久便失速坠毁了 我们把每一个碎片都捡了回来 就好像自己孩子一样 不希望他孤零零在沙漫上待着 看到飞机掉下来的那一刹那 当时脑子真是一片空白 特别的难过当时 面对小伙伴们的沮丧 张持坦言 他从不担心失败 只担心大家失去探索的决心 咱们搞验证机 只有零分和一百分两种可能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 那就必须要做到面面俱到 但是我们也不要惧怕失败 只要大家把各自的工作做好 那么我们一定就能成功 但即使出现任何问题 我也为大家担着 大家就放手去干吧 灵雀项目代表着未来 民用客机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灵雀B的成功是非 预示着更低油耗 和更快速度的可行性 那么灵雀H的项目 则是对飞机的能源系统的 一次革命 17年的时候吧 灵雀B刚首飞成功 然后张持跟我们说 我们来把燃油换成氢气怎么样 来做个灵雀H 当时我们一听都懵了 感觉这小子是不是被生理 冲昏了头脑 开始膨胀了 换一套新能源系统 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涉及到发动机 螺旋桨 也涉及到飞机的机体结构 系统布子 所以我们不是在 换一套动力系统 我们是在重新设计一架新的飞机 用清气 代替传统的人油作为能源 团队将面临着 成指数级增长的难度 我是从事一个科研创新的工作 在我们中国上飞北岸中心 我做的是未来信号的预言 飞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 它并不是我们能够去 创造多大的价值 而是飞行对于人类来说是 与生意来的梦想 我相信人类对追求这种 飞得更高 更快 更远 更安全 更经济 更舒适 更环保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需求 是永恒不变的 我觉得这个课题特别好 因为可持续发展 就是我们要找到可替代的 或者更好的 更广的 因为地球只有这么大 当时我第一次去梦幻工作室的时候 看到有一堆很不靠谱的飞机 无论从飞机的造型 还从别的角度 做了一些跟现在飞机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赶超的问题 是说怎么为未来的飞机 做一些思考的话 那我当时还是蛮震撼我的 他就是一个不靠谱的年轻人 单打引号的 无数不靠谱的草图 在现在看来 那就是当年的初心 正是因为这样 做一个很认真的探索 是非常必要的 在张驰的推进下 林雀H开始了几十轮的验证测试 我们这个飞机设计 有一个快速迭代的要求 所以我们采用了3D打印技术 3D打印技术的话 它能时间缩短一半 但是同时呢 给我们工作强度也提高了一倍 真是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 林雀H终于破壳而出 那么它的操控性和稳定性 又如何呢 打台上飞无人机 打台出道 现在风速多少 风速7米每秒 风向28动 上飞无人机 请求试飞两个架次 两个架次不大于15分钟 可以起飞 可以起飞 三 二 一 起飞 高速4的 高速6 高速6 高速8 10 2 16 18 20 21 23 高速22 高速25 高速30 高速36 高度40 高度45 就是在遥控 风速21 飞机的速度 对 还是我爬高 可以爬高 就是说刚刚起飞的过程是手动 现在已经进入到半速 当时我们设计的限制是大约在5米每秒以内的试飞 但当时高空中它的风速达到了18米每秒 我们在进行的那次试飞科目 是之前没有做过的 因为我们每次飞行都会面对很多的未知 就是我紧张的原因 18米秒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做的客机 其实通常都不让飞了 好多人一天到晚到那个柜台去闹事说 为什么我们的飞机飞不来 我就是要去 我有一个几百万的大声音要弹 你让我走 其实是拿自己的性命在和风速做对抗 对 一把 你把这个风速捡到 我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飞机的状态是稳定的 那就说明我们的飞机是可以抵抗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的 这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种新能源的飞机的飞行吧 对对对 第一次现场看到 挺震撼的 它除了能够给我们大家更低成本之外 其实它也有其他的 有很多新的优势 接下来我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我们刚好有一款游动的无人机 能够看一下它除了成本之外 还有什么新的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做一个现场实验 是的 那太棒了 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L500图示茵长腔式无人机 肉眼就能看到一样 肉眼就能看到一样 感觉到多了 100个 立老师刚才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拉力是多大 刚才最大的拉力是13.21公斤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组对比实验 就把我们凌确H验证机呢 也会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拉力和噪声的测试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 我这边分贝仪测的是大概100分贝 对 而它最大拉力呢 14.8刚才测的 是吧 接近于15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它的拉力 是比它游动要高两公斤 但它分贝呢要低10分贝 分贝它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它是一个指数关系 张池一直坚信 轻能源就是航空发展的未来 过去的几个月中 在张池团队的努力下 凌确H完成了四个构型十架次的试飞任务 标志着中国商飞对未来民机 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 取得重大进展 轻气真的安全吗 你们脑海当中我搜索到的第一个词 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新闻啊 什么轻气球爆炸呀 什么烧伤啊 在景点里面经常会发生这种故事 因为一个轻气球都会爆炸 如果是一个 因为轻气它其实是比空气都要轻的嘛 它是往上冒 冒的同时它被点燃了之后 它是在往上窗火 然后一直到它烧完 或者说你把轻气关掉 那如果我们的燃油为什么危险 燃油是因为它会泄漏 它流出来了之后 然后就炸掉了 只要你不是把轻能的发动机 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泄漏的话 它就不会说 就是说有很严重的伤害事故 当你刚才说的 你怕那个轻爆炸的这个问题的话 必须让它的这个爆炸可控 才能够放心使用 正当验证机事业开展的如火如荼时 蒸池却盯上了人造卫星 有一天我碰到当池吧 他跟我说 他要去上海卫星研究所 跟他们合作发一颗卫星 当时我都震惊了 感觉那段时间它像改行了一样 不是我们一个体系的人 说一些我们不懂的词汇 都不知道它在干什么 如果像药强有真的创新呢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把目光 只是决线在我们自己行业本身 我们需要开展这种跨界融合的创新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关注互联网家 因为现在的传统的互联网 只是在地面上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张网 编织在空中的话 那么这个将会让我们飞机时刻再现 而且不会出现像失联的这种情况 要做成空天互联网 并非易事 张弛鼓掌难鸣 需要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 陈老师好 欢迎 我们合作那颗卫星现在怎么样了 咱们合作那个ADSD的卫星是吧 它的单机已经交付给我们了 我们正在紧张地测试 就在这个二楼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好 其实我挺好奇的 飞机现在大概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然后我们去确定它现在在天上的位置 飞机的话会被动的 在飞行的时候呢 我们靠地面的雷达 来三车它的位置 它会不断地发就像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它不断地去告知自己的位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理论上讲飞机也不会失联 那为什么它会存在一个联系不上的状态 飞机在空中飞行 它发出的信号 我们地面只能收到200公里范围内的 超出这个距离 因为它就已经越过我们地平线了 那么这样的话 意味着它发出信号是没有人知道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在我们陆地上保持一个密度 就比如说200公里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基站的网络 我们就可以一直监控到飞机 是的 但是在两个地方怎么办呢 第一 如果我们在大洋的上空飞机 要不然我们就是在这种无人区或者高原 那我们怎么接收它 开底才乘一个可以吗 那怎么把它信号传回来呢 它怎么供电呢 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飞越大洋的时候 都是没有卫星检测的 对 那这个研究项目很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接收机 换到太空上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一颗卫星的目的 这样的话无论飞机飞到哪里 只要它山口有一颗卫星 就可以收到这架飞机的数据 明白了 所以就是说像MH370的事件 就是因为它飞越了大洋 对 它在大洋上面就是说 没有一个合理的基站的位置 能够接收到它的信号 是的 然后我们就找不到它 是的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ADS-B的接收机 将这个接收机 和我们新的一块电路板配合起来 做全球的飞机的信息的采集 将来这个接收机呢 会装在我们的卫星上 为了让这个巴掌大的单机 搭上卫星去宇宙 张池光是北京盛海 就往返了无数次 在张池和陈宏宇的合作下 这个ADS-B模块 通过了最终的测试 第一颗带有飞机定位模块的卫星 将在今年7月发射升空 可以实时收集飞机的位置信息 把信号传输回地面 当航空互联网建立之后呢 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将不只是 能够让飞机时刻在线不再失联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把飞机 整个飞行波段的数据收集了回来 我们用这个数据其实是可以改变 我们对机飞机的设计 而这就是我们在做航空互联网和 航空大数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未来两到三年内 一共会有120颗小卫星进入太空 组成全球航空互联网 为人类的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 为未来的航空互联网 贡献重要的支撑 你看一会儿轻能源了 一会儿我要让飞机永不失联了 眼光很敏锐 那么跨界能力很强 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教育或者体系 更多是在培养专才 但其实更难培养的是像张志向的 通才或者全才 他这个真正的意义是 一个坐飞机的人 遇到了一个坐卫星的人 以前这两个事情是没有交集的 他们怎么认识的呢 这两个人 对你啊 对大大啊 可能坐卫星坐飞机是一伙人 对吧 对 我觉得差不多 就像我们看起来拍电影 跟拍电视是一伙人 对吧 实际上可能在里面 他们两个人以前完全不认得 怎么认得就是 去年在2050上认得的 而且是闲下来 没时间聊天的时候认得的 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两个单位隔一条马路 这可能也是2050拓展的意义 如果没有2050啊 他们虽然隔着一条马路 但是永远可能是出门 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因为我们现代社会 创造价值的核心 就是分工和协作嘛 其实越是像这样的 比如说卫星啊 航空旷天 分工会分得越细 但是缺少像2050这样的平台 让协作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负责领确羡慕之余 张迟还兼任着 北师大二副中 航模社的课外指导老师 阳光和煦的周末 孩子们带着各自的纸飞机 如约前来训练 我们介绍一下飞机好不好 这一群飞机里头最好看的一点 我来表演一下 全右门 我陪你去捡它 我陪你去捡它 哇 好心痛 刚才有点我的责任 它风那么大 我应该再等等 当时那些小朋友 来到我们北岩中心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担心 他们会把我们那些昂贵的器材碰坏了 结果后来张迟到跟我说 说我不怕他们碰 我就是怕他们不碰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们中国的航空工程师能力上 并不比国外的差 但是我们也得认清 我们跟国外的差距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在中国我们民间的飞行员 注册数量大约有不到五万人 而美国是六十万 我意识到要做好中国的航空业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航空的土壤 让大家对飞行 对飞机感兴趣 那么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从事这个行业当中 去年在张迟的推荐下 航模社的孩子们 也参加了2050大会 操纵一架近两米长的纸飞机 在会场上空绕行三圈 为了确保飞行成功 孩子们不断给自己训练加码 实现练习高达两千多圈 其实和这些孩子接触呢 有两件事情 让我最为感动 第一件事情呢 是他们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表明他们对我们航空是真的感兴趣 第二件事情呢 是他们遇到了困难 从来不退去 他们摔掉的这些航空 比我摔掉的飞就多多了 但是呢 他们冲不言败 而这也是我们航空精神的一大内核 在进入高三之后呢 由于学业繁忙 我很少能够再来到航空社 跟老师同学们一块交流了 它反倒成为了一种激励我的一种动力 让我能在高三中更努力地去拼搏 争取在高考结束之后 我能以满意的成绩去进入一些有关的专业去学习 最初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航天员 但后来不幸进逝了 于是这个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但是通过航空社和北岩商飞 让我知道通往航空航天的道路 并不只有这一条 在未来我会更加地努力学习考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继续完成我的航空梦想 高考加油 2050年一定是他们的天下 让我们有请上 北师大二副中的学生刘海月 欢迎她 欢迎海月 老师好 就是一开始被你们飞到 坠机的那一家 打着石膏上节目的对吧 对 可以看一看 可以 我不知道就是做起来复杂吗 挺复杂的 你快的话大概半个学期 半个学期啊 这是个很完备的飞机 就是能做所有机动动作的 是吗 比如是想这样下来 做什么都可以的对不对 是的 你多大 我15 04年 我在看动画片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飞飞机了 你们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其实做这个飞机 就看它从一小块板 一小块板 然后变成一个飞机的雏形 然后看它上漆 拉上探棒 然后看它真正 自己做的东西 飞在天空上 真的能在天上做特机 一圈一圈飞起来 就感觉是 就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很多年前 张池也像这群孩子们一样 立志将飞行 变成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点滴 张池愈发觉得 只有心怀热爱 不惧失败 才能出现颠覆性的创造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的时候 只有如同你看一本小说 你一下翻到了2050的那一页 那你不会觉得 你的生活立刻就会变得无聊吗 而我认为对于未来 它的最大的让人信任的地方 就是它会充满了未知 而且它很难被定义 但是我相信一点 未来并不是被看清的 而是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努力地 去判寿和尝试 那么我们才会定义出来 真正我们需要的未来 我们请王坚博士和海悦 共同把这架梦想的大飞机 放到我们的这个纪念展台上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预见205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都叫他天才美少女吧 他六年纪就能写 直接石头拉算法 我当天还没搞明白 我们应该做的研究 是做城市先知 什么东西啊 有点偏理想啊 天方夜谈的感觉 可以想象成有一个平行的世界 他的眼光要放多长远才可以 你只要说是